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至于战斗中苦苦挣扎 却不得通过 其实一旦你了解了最终幻想16种魔界花BOSS的移动规律 就会感到这个BOSS并不复杂 更不是难以掌握 因为它的攻击动作相对较慢 因此战斗中很容易避免 它的血确实很厚 但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 并对它所有的攻击动作保持警惕 我们就能轻松拿下这个BOSS 与魔界花BOSS的战斗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BOSS的两次主要物理攻击 是通过将触手向上和向侧面抬起来发出的 它会在攻击动画开始后一秒钟左右挥动 您在这时需要做的 就是在它的攻击命中之前用R1 闪避 或者简单的后退并留出足够的空间 让其滑动错过 魔界花BOSS还有一种攻击方式 它会将触手伸入地面 大约一秒钟后 它会从你身下的水中冒出来 处理这种情况的最好方法是后退 因为就闪避而言 时机更加难以预测 它在第一阶段的主要命名攻击 是经典的口臭攻击 您可能还记得过去的最终幻想游戏中的这种攻击 它可以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你需要及时避免其攻击 所幸的是 BOSS在发动攻击时 有一个冗长而明显的提示 魔界花在哪里呼吸 并且攻击的名字会出现在BOSS的上方 这时您可以绕过BOSS的侧面和背部躲避攻击 同时这样做也可以使您继续对BOSS进行攻击 至此 你应该能够错开BOSS 这将使它在短时间内处于非活动状态 在此期间 你可以抓住机会对它进行尽可能多的攻击 以造成大量伤害 第二阶段 在第一个交错期之后 魔界花BOSS会稍微抬起头 然后钻入水中 一旦它抬起头 您需要确保自己不在它攻击影响的范围内 否则会造成相当大的伤害 然后它会在一个随机位置弹出水面 并开始吸进该区域的水 这部分将涉及一些动画效果 因此请确保在屏幕上出现时 按下正确的按钮 当离开动画效果后 它会再次错开 因此请确保再次尽全力对BOSS进行攻击 然后BOSS会转回来 抬起头并吸气约两秒 准备进行VOE攻击 对于这种攻击 您需要尽可能的后退 因为您将无法躲避即将到来的伤害 从现在开始 一些标准的物理攻击将变成连击 而不是单击 所以一定要保持警惕 以防BOSS的第二次打击向你吸来 魔界花BOSS现在也会开始吐出黑色黏眼 如果您踩到这些黏眼 就会减慢您的速度 所以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它 否则它会让您相当脆弱 第三阶段 在您下一次躲避之后 BOSS会再次潜入水下 并重新开始过场动画般的打击序列 再一次 确保你按下了正确的按钮 来躲避和攻击BOSS 然后战斗应该会继续 第三阶段的唯一区别是BOSS在移动中 引入了一种名为狂野的愤怒的新攻击 这可以说是魔界花最危险的举动 因为它会快速向您冲过来 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进行攻击 因此最好避开危险 特别是当BOSS在攻击后短时间内交错时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它有机会不止一次的发动狂怒 所以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请确保按照上述步骤来避免它 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继续攻击BOSS 直到他的HP耗尽 既然你已经掌握BOSS的动作规律 做到这一点应该相当容易 以上就是最终幻想16游戏中 魔界花BOSS的打法攻略 如果你喜欢本视频 请关注并订阅本频道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